您好,想弄点啥? 老板,我看我的营业值多少钱吧? 哦,看看价值 行,我先看看 你先坐点,坐点 好 这是两块龙羊啊 我先问一下 你这俩营业从哪来的? 驾船的吗? 那婆婆驾船的 婆婆给我的 我看这两块营业,我惹了,我生气 生气,这两块营业可以啊 一个赵总,一个江南甲晨 你这咋是不知道 咋啦 老公下面有个妹 然后,那婆婆给婆妹吧 一定是黄金儿花,黄金香叶 然后,大概有四点多颗 到我这儿了,啥还没有 我可是她媳妇的啊 对不对 然后,她过两块钱 我当时都扔不去了 接着扔吧 然后,我捡你来了 然后,我先放着,看看咋回事 我几个关键的鲜了 我后来向你来了 我找你给我看看 哦 那你幸亏给捡回来了 然后,我捡的,我都不要捡 我看了那饭 我给你这个黄金之间啊 这,这个我这是啥 这是银元啊 你刚才来的时候不是说了吗 这是银元 对啊 两块都是龙羊啊 印度也可能 不值钱啊 我先跟你说一下美女啊 你先别生气 呃,你应该偷着乐 首先啊,这个银元 比那个,你说的那个黄金项链 还有黄金耳环是吧 比那个价格高 比那个值钱 4点盘也 我先给你估估价 估价 估价,你心里面有个谱 好不好 首先啊,这个江南甲成龙 嗯,普通的 一般4000左右现在市场价 但是呢 因为这个上面有桑 上面有桑 有戳击 这种啊,估计也就2000多块钱 2000多块钱 这一个 那不得个四五千块吗 哦 呃,咱们再说重点来了 重点是这个,你知道吗 嗯,这个是赵总 这个贵 像现在这个品项 估计价值应该在一万多 一万五 往上 这一块一万多吗 对 真的吗 对啊 两块加一块 我估计起码差不多得 得两万块钱吧 你现在卖给我 我两万块钱可以给你收走 那是 这因为 这个因为这个造成上面没有伤 臂面都好好的 知道不知道 我才知道 你想一下啊 你刚才说你婆婆给你一个 给给你妹妹是吧 对 婆妹妹 你老公的妹妹 一个黄金人画 一个项链 黄金项链 大概的有15克左右 那个你知道15克黄金才多少钱吗 那肯定可值钱啊 15克黄金 你现在按400块钱一个算 那才6000块钱 你说给你两万 给他6000 你说 把谁当成自己人了 那不定要老板 你这样说 什么人家破也不够值你也钱 他不想值不值 这是传家宝 他是不是你婆婆说了 他给你的是传家宝 给他是黄金 黄金 你啥时候想买多少 只要有钱 直接就买了 但是这传家宝 你不是说你说你拿2万块钱 你现在你说你买两块这个 你不一定能买到真的 那是 一话是这样说 我觉得他破了 还有这两块银元啊 你知道这是啥时候了吗 你看光绪元宝 这是清代 清代 现在一百多年了 然后在家里 基本上二十年一代 你算一下传了多少代 最起码 六代以上 反正我说那破过了 起码六代以上 这是八顶的传家宝 你要不行的话 你现在卖给我 2万块钱给你出了 我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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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说2万 好吧 我心里又壮了 对啊 啥时候需要用钱的时候 拿过来 绝对可以换钱 比那黄金值钱 我去到家里 行吧 中 好嘞 没事没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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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